常常的车阵一台接着一台 目标一致全为了取水区 美国德州遭遇百年来最严重的冬季暴风雪 重创当地脆弱的水电系统 不但民众连五天没电可用 有些人家水管跟被冻结破裂 供水系统出包 1400万人面临缺水窘境 甚至还有700多万民众被告知 就算恢复供水水还是得煮沸饮用 因为停电期间进水塘也无法运作 民生问题告急美国赶紧调派军机 运送8万4千份瓶装水 希望能缓解燃煤之急 而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冰封暴 更造成树水人死亡 有些人因为没有暖气室温过世 还有人为了求生存 烧东西或发动汽车取暖 却一氧化碳中毒 圣安东尼奥甚至还有复合式公寓 发生大火 明明消防队已经赶到 趁因为消防供水冻结 只能眼睁睁看着祝容吞噬家园 只不过这场冰封暴 为何演变成悲剧 证据明显只上人祸 除了德州电力 轻乎寒冬影响没做好准备 德州参议员克鲁兹 没留下来救助民众 反而跑去墨西哥度假 也遭到各界严厉批判 但无论官员再怎么推脱 似乎无济于事 接下来低温气候还将持续 德州民众恐怕短时间内 难以脱离噩梦 再来新闻问你们了